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大家好 我是Steven 這邊是Steven 數位社群行銷 解貨市 在這邊我將會容納 我在行銷生涯裡面 總共交了400堂課 8000個學員的經驗 跟操作破千個專案 裡面有一些精華 不管是學員 或者是客戶遇到人疑難雜症的問題 這邊都會一一的為大家來做解貨 網路行銷其實是無遠佛界 那其中有幾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要做完善的鋪建 人們在搜尋你的品牌跟競品品牌 比較來說 你看看別人有沒有鋪得很完整 從廣網 YouTube 影片 社群 口碑 意見領袖 還有活動網站 這樣的鋪墊 或者是人家有沒有做回購活動 回購點數這種機制的 這些一一的鋪墊起來 就是完整的一個版圖 所以就要依照你的資源 去做優先順序的一個投放 下道上這樣子來做經營這樣 第二個部分 你一定要兼具到兩個 一個是行銷 一個是銷售 行銷來說必須建立品牌形象 那必要的要件 廣網社群這個是最省最省 這兩個一定要做 透過銷售來說是電商跟廣告投放 所以這四個一定最要緊要抓住的點 熱度二買這兩個是最重要的現做 再來是你需要把它變成 虛實整合 實虛整合 或者是虛擬跟實體導客 虛擬來說就有電商 實體來說有實體的販售通路 所以虛實整合意思就是說 在實體可以辦虛擬導購 在虛擬辦實體導客 這些虛實整合的一個互惠跟生態圈 它就非常重要 然後把點數合在一起 所以虛實整合 也是現在很重要的議題 謝謝